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今天上午连赶二场行程,第二场抵达土城区农会拜访,他直呼和农会很有缘,过去担任农业大县的屏东县长带助农民赴台北市,台北县卖水果,替莲雾剧名黑珍珠打响名号苏真昌会向当时和农民一起背上, 在百货公司,榜桥农村公园摆摊卖莲雾等,笑说以前去菜市场握手都被民众指县长都在卖莲雾,他也谈起屏东的沿海周遭的莲雾相当饱满果肉由红转黑,过去莲雾都是乘金卖,现在都是一盒一粒饭手就像是珍珠,于是命名为黑珍珠。 当上台北县长时,苏真昌说,推广一箱一特色包含三峡的竹笋,巴黎的文旦友,西纸金山的番薯,连国宴和外国总统来台都特地到台北县吃金山番薯,鸭肉,绞白笋等。 苏真昌说起以前在土城的政绩,解决淹水问题,兴建土城科学园区让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大赞他市最怀念的县长,而土城弹药库的6000吨的弹药迁移,都是大家有目共睹,土城农会常务监视李荣达致此时也力挺苏真昌说,选人不选党不分党派,最后农会的李市长等人一同合影。